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在今年之前情况也许并非如此 2014年还是学生的周深参加中国好声音 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2020年参加歌手当打之年 让他火遍大湘南北 很多人每周五多了一份期待 因为那一天有带着惊喜的周深 这个俊秀娇小的男生 一手隔山打牛炉火纯青层层叠叠 越到最后越是演绎的出神入化 从歌手第一期就被他圈粉了 所以专门去翻他参加中国好声音的节目 这个小土豆出现的那一刻啊 果然没有很惊艳 傻土傻土的 不信你看 应该是丢在人群当中再也找不到的那种 朴实无华平凡的代表 越是这样的人啊 越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就像曾经的华晨宇一样 他真的是开口贵 一手欢言 恶地神啊 心酥了 梁坤老师还和那英老师说 这女孩唱的不错 谁知道转身之后是个男生 惊掉了下巴呀 果然是惊喜 如此有特色的声音 还如此的动情 确实让人不可思议 那英老师说 你比女生唱的还美 杨坤老师说 这是迄今为止 最让我惊讶的一位 没想到是一男的 之后身自我调侃 变身期没有等我 他就走了 哈哈 杨坤老师说 不是变身期没等你 是变身期啊 压根就没来 看来确实是自带喜剧的色彩 他说 想要来到这个舞台 让四位专业的导师帮我听一下 我是不是能够唱歌 我能不能唱出自己的未来 事实胜于雄辩 他唱出了自己的未来 听一下那一首 惊艳四座的欢言 听一声就敲开了我的心 2016年 周深参加蒙面唱将 猜猜猜猜第一季 取名 我可不是什么幺蛾子 看看这造型啊 幺蛾子满眼飞 长裙造型 凹凸有致 撒的一笔 可是啊 她不是女的 可惜她不是女的 作为曾经中国好声音 那英导师的学员 在蒙面唱将 菜菜菜当中啊 又相遇了 果真没逃过 那英老师的耳朵呀 这时候的周深 变得稍微洋气些了 脸上还有点肉肉 没现在这么消瘦 重点是少了很多土气 第一期过后啊 2018年又参加了第三季 名为背包客 可爱的步行啊 也让我们看到了 它的成长和惊人的变化 尤其是综艺能力进展 这个造型 活脱脱是一名粉红少女嘛 她是真敢说 但不会让人觉得讨厌和反感 比你还女人 应该是挺简单的 万箭穿心啊 不过 这是节目组喜欢的梗 吴启贤总说 听她的歌 有种像谈恋爱的感觉 确实 她的声音空灵 沐浴其中 仿佛灵魂都被进化了 仿佛啊 回到了那个 不安适适的懵懂少年 看见自己喜欢的人 会脸红心跳 小鹿乱撞 如果想谈恋爱 听她的歌准没错 见面之后变化很大 不仅眼睛有了心形 气质也提升安党 小土豆变成了小帅哥 这也告诉我们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学会导致自己 不能偷懒啊 亲 这次的造型和妆容 我打满分 2020年的1月份 歌手当打之年上线了 周深参加了 这是对的 优秀的她呀 就应该找到高段位的平台 带着光环 隆重的走进大众的视野 走进人们的心里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她的歌手之路 看一看是怎样优秀的人 一路披荆斩棘 稳居高位吧 第一期 凭借大鱼 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正是这首作品啊 让她获得了 2017年的年度十大金曲 第十七届音乐风云榜 年度最佳电影歌曲奖 大鱼是一首纯洁无瑕的歌曲 带着怕被捏碎的忧伤 需要摒弃凝神 跟着节奏呼吸 起伏心情 甚至是血液的流动 闭着眼睛化身为鱼 遨游在她用音符编织的景象当中 不管有没有人爱 有没有爱的人 那一刻都有玫瑰的刺 在轻轻的戳你的心 却不知道是哪里痛 第二期 愿得一人心 获得安全的第五名 应该是从这一期开始吧 发现她真的不像明星 没有什么架子和包袱 第三期 受疫情影响 开启到云露制的模式 她一个人当导演 场宫灯光师 调音师 一手能解答一切的答案 斩获第三名 看她知道结果时 这俩眼瞪的牙 快要掉出来了 一个人的狂欢 也确实是挺可怜的吧 手舞足蹈的样子 还是依然可爱 第四期 翻唱毛不易的吴问 还是一个人 这头发 估摸着也是自己夹的 没有人化妆 黑眼圈也遮不住 有点憔悴 小可怜呀 梁田说 她有可能被起洗的时候 看她那样 可怜兮兮的 好像是个没有糖吃的孩子 只能看着别人吃 怕口水流出来呀 所以咬着嘴巴 知道自己没有被起洗的时候 又开心的跟个孩子似的 周深 你几岁呀 更尬的还在后面呢 等待结果揭晓的时候 自己竟然躺到床上去了 还真的是录制完 就立马可以躺着睡觉了呀 喂 周深 要不要这么接地气呀 大家好奇为观的样 跟这个看动物园 大熊猫是没啥两样的 估计很少有一人 这么的没有偶像包袱吧 可我们就喜欢这样的深深呀 土豆一样 挺烦的深深 恭喜她 勇夺第二名 棒棒的呀 其实我很好奇 那么大个电视机 就算躺在床上看 也很有压迫感呀 深深 你眼睛会累不 第五期 终于走出了家门了 勇舞她的感觉 还是好太多了 有人化妆 有人做造型 没有那个可怜劲了 一首Muston 让我们看到 她的英文歌 一样是可以吸住你的耳朵 钻进你的心的 事实上 她英文很棒 周深一直很稳 没有被人齐袭 凭实力幸运着吧 作为前三名的乘客 本次斩获到第二名 表情包又来了 招牌动作 看到她开心啊 我也会不由自主的被打动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感染力 有些人就是可以静悄悄 不费吹灰之力 走进你的心里 而有些人 不管做什么都不对 观众员在这样的竞赛类节目啊 还是挺重要的 第六期 古典音乐达尼亚 一展她的美声功底 让人眼前一亮 不会一直深情 也不会一直高昂 每一次都给观众 不一样的听觉盛宴 让别人清晰的见证到 她的多变和多样性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跟这个梁婷说的一样啊 在家憋坏了 需要发泄 视频见证一下 王炸的美声 你绝对不会后悔点开的 导演在宣布名次的时候 她又调皮了 偷偷说 我都感觉我肯定第五名了 这弄得我还有点想法 孩子 你不可爱 谁可爱呢 如果哪天不想唱歌了 可以去说相声 这一次 平时立荣灯第一名的宝座 瞅瞅瞅瞅这样啊 眼珠子又要掉出来了 惊讶 无嘴 瞪眼 这招牌动作一气呵成啊 第七七 有可能的夜晚 适合深夜戴着耳机 一个人听 到底是什么神仙眷顾呀 还是没有人齐齐 又得了第三名 很像学习委员 对不 没有班长的霸气和圆滑 却有学习委员的稳定和优秀 赞 第八七 达拉崩巴 神曲来了 五种声音随机切换 差点是惊掉了 观众的下巴 边鼓掌边感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绝对值得一看的视频 重磅推荐 点点点 没有悬念 第一名 稳妥妥的 实在是 叹为观止呀 惊为天人呀 这次怎么没捂嘴呢 是不是得第一名太开心了 所以忘记了呢 第九七 相思家秦淮锦 故装扮相 长衫看起来是挺显高的 就是那个发官吧 有一丢丢的喜感在里边 怎么看 他都像是家里边的 这个拖把头 他真的是惊喜多多呀 情怀小调 韵味十足 脑海里面浮现出电影 精灵十三差里面 十三差走过来的经典画面 曾经声音也给他带过很多烦恼 而正是这种不一样 给他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宝藏男孩得了第三名 我已经被他的稳定蛰伏了 第十七 自己按门铃 自己听 喜欢这个造型 跟以往不太一样 蓬勃的力量 从身体里面爆发 很man哦 尤其是那个高音啊 鸡皮疙瘩掉一地 如此的变化莫测 就是喜欢 就是爱 听众们的认可 是他对 听众们的认可 是对他最好的嘉奖 梁田说 我们也确实没有办法 用一句话来概括清楚 你的风格了 他自己调侃为分裂 嗯 这词的话适合他 结果呀 常规赛的最后一期 他仍然没有被栖息 整整十七呀 一次都没有 大血的牛 本场周深第三名 就这样 他一路高歌猛进 挺进了总决赛 决战之夜 深深和新裤子乐队合作 不会拜拜的Disco 还是挺喜欢这首歌的 很轻快 不过可能不太适合决赛 缺少一些霸气和感动了 所以没有能够抵挡住 极客俊逸的棋席 终止了竞赛歌王之路 慧一汉 但心里面没有很难过 因为他从这个节目 获得了很多 至于结果的话 貌似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感到他如同自己胜利一般 为极客俊逸来鼓掌 为他的平常心点赞 揭晓歌王结果的那一刻 站在华晨宇后面的深深 脸上没有失落和落寞 我想他是真的为花花开心的 就这样 深深在歌手的舞台上面 凭借实力一路顺风顺水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获得总冠军 但他一定得到 比那一份荣誉更加宝贵 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无数观众的喜爱 相信聪明的他呀 必定明白这一点 最后愿周深的未来 飞得更高更远 在没有边界的苍雄 像大鱼一样遨游 描绘属于他的颜色 你的未来必定精彩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